在今天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 发言人毛宁就上周一名日本男子 在北京被拘捕一事表示 该日本公民涉嫌从事间谍活动 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请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 中方已经按照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 和中日领事协定的相关规定 向日本驻华使馆进行了通报 该日本公民涉嫌从事间谍活动 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 我想强调的是 中国是法治国家 所有在华来华的外籍人员 必须遵守中国法律 违法犯罪者必被依法追究 近年来日本公民类似案件屡有发生 日方应当加强对本国公民的教育和提醒